文哲明 写给乐父 接下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我遇到的最难的一个问题 文哲明写给岳父,文哲明写给东普先生的书章 左边的这个蓝色的是故宫博物院藏的文哲明写给岳父的书章 右边的是文哲明写给东普先生的书章 冬浦先生是有的,是确有欺人的,文哲明也有其他的信息给他,但是呢,冬浦先生一直考证不出是谁,我在看到这一封信的时候,一开始我一点怀疑也没有,我就没有想到这个会不对,因为就这封信上来看,它是文哲明小凯书,内容上也没有什么大的扩展,然后书法上也很自然,我没有觉得有问题, 然后我有一天就是翻这个故宫,这个北京故宫的这个藏画的这个书法集,然后我就发现有一本策页是文哲明写给他岳父的十封信,其中有一封就是文哲明写给他岳父的这个,用小凯写的,这两封信的内容居然完全一样,除了一点点不一样,那就说明这肯定是有一家,它只是把里边的,比如说姓章换成姓女, 姓孙换成姓王,有一些很小的字句上的参语,这就说明,我就觉得这个很诧异,因为无论这两封里边,哪一封是真的,哪一封是假的,这就意味着,制作文哲明的这个,书信的这个,作假的这个能力是非常非常高潮的, 因为这两封信肯定是一封照着一封写的,但是这个照的人,他可以换书体来写,他可以把凯书写成形草书,或者把形草书换成凯书,而且让人一下子看不出扩展,不会产生怀疑,这就说明他的作为的功力是多么的深。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两个在字句上的,两封信在字句上的不一样,比如说这是称自己是称真名,这个称臂,这个称里边写到人是张狗,这里变成了圆狗, 然后这里是儒家,这里是儒素之家,都是一点点差别,然后诸如这一些,这是论财,这是论财也,多了一个也,这都是很小的差异,你单独看一封信的时候,你是不会怀疑的。 好,然后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他的这个,印上的这个不一样,首先呢,上博的这开信杂上的印很简单,是一个,我也没有去多做考证,因为他并不是价值不是很大,是一个可能是清代的一个印章, 然后呢,这个故宫的上面呢,有一方印,故宫上面的有一方印是两方半印合起来,叫龟式魂恶,这方印一看就很老,并不是像清代的这个印章,如果它是一个比较,时期比较靠前的,是明代的一个印章,那他将会对文正明的这个,这开的书法,就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驾的作用, 那么,这开印呢,这方印呢,是有没有来路呢,就确实是有来路,我在这个我们上博藏的文正明有一张十湖青圣图卷上发现了,这开印,十湖青圣图卷是文正明的一个很有名的一张,这个细笔的,这个小青绿的这个山水,然后这个,这张画上有这个龟式的这个藏印,它叫龟式魂恶, 这个是这个,这个是这个整个的原因,然后,和这个龟式魂恶,和这个故宫的这个,性上的这个印是对得住的,是一样的,而且,我们上博这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另外的这个龟式的图,龟式魂恶的图章是古无龟式,建赏图书,就是它的一个收藏名,那么这个龟式是谁呢, 石湖青圣,这张图是文正明写给他的,是画给他的一个后辈,叫张凤义的,张凤义呢,也是当时无门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这个戏曲,他在戏曲上的这个成就,要比他在这个,书,书,书法上要大得多,那么这个,这个石湖青圣图呢,是文正明当时画给张凤义,张凤义是和文正明有过接触的,这么一个晚辈,那么,这张图, 这张画,他画给张凤义,张凤义非常喜欢,但是呢,这个提拔就是写,后来呢,张凤义有个儿子,他的儿子也非常喜欢这个画,但是呢,他的儿子要去赶考,赶考是要盘产,他们家里没有钱可以去给他的儿子这个赶考,所以呢,张凤义的妻子就把这张图卖掉了,就把文正明画给这个张凤义的这个石湖青圣图卖掉了,那么卖给谁呢, 他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信息,他说,魂恶归君,捐金够德,就是这个魂恶,出了钱,把这张石湖青圣,卖了,而且他说,所谓,余位储功储德,储功储德就是储人丢的功,储人俭序,则是物得其所,抗储之,赏见家福,所以这个魂恶,是和张凤义同时的一个, 收藏家,无门的收藏家,他不但收藏有文正明的画,那很可能也就收藏有文正明的书信,所以这么一来,这个魂恶归的收藏命,就是一个很关键的证据,就是故宫这一台东西的一个很大的保驾, 因为他几乎就是文正明的同时代的人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文字上,文字上,就文字来看是哪一,哪一开信价比较靠谱一些,这个署名没有什么,袁公和张公也没有什么说的, 那么这个,杨庭仪和杨庭义说的是同样一个人,是杨庭和的弟弟,那么这个仪写成这个仪呢,也并不出名什么问题,因为写信网上有可能就是随便行错,那么这个受信仁,目前来看也没有什么意义,那么主要是这里,料比如素之家,必不捆普论才也,这里写的是料比如家, 如素之家和如家,两字之差,有很大的意思,如家是指一个如家的学派,指如家道家,那么如素之家,它是指读书人,书香门帝,那这个是一个发之毫里,没有之千里的这个一个意义,那么它这封信里,这个这句话的意思是,它要两家联姻,就是说那家是一家读书人,不会就是在钱财上要求很多,那么很显然,这个如家, 书素之家是比较合适,如果是荣椒的话,这个意思就不太合适,这么看来,在文字上也是乌宫的,这开东西比较靠谱。再看一下这个关键的一个证据,我翻一下我的这个。 这是一个判定生死的一个证据, 这封信里有一句话,说,罗公关带贤柱,带者属人王一言,他是告诉这个受信的人,说,有一个人关带贤柱,什么叫关带贤柱? 关带贤柱是明代的一个对官员的一个考评的一个处理的办法,明代的官员他三年,反正他几年吧,两三年或者三四年有一个考评,如果好的可以升迁,不好的他有各种各样的处罚,处罚当中,或者你是贬官,或者是致氏,叫你退休。 还有一种,就叫做关带贤柱,关带贤柱就是说,保留你的这个,保留你的这个官职,但是你现在就回老家反省,就是这么一个,一个处理的方法。 那么这句话就是说,罗公,就当时啊,写信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罗公关带贤柱,带者属人王一言,就是罗公这个人,做关做得不太好,叫他回家反省了,然后代替他的职位的,是一个四川的,叫王一言的人。 那么,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对这两台信家的这个真伪啊,有一个这个关键性的作用。 这个王一言,有这个人,那是陈化年前的进士,他在镇德三年就死了,1508年的时候就死了,所以呢,这封信里说,这个王一言是代替这个罗公认职,那肯定是在他死之前,所以在1508年之前,好,这封信肯定是写在1508年之前,但是,文真明,他本来的名字叫文毕,后来改名叫文真明, 文真明的改名有一个很确定的年限,是正德六年,就是1511年,在这个之后,他就不属名毕了,在这个之前,他也不叫真明,所以,这封信是在1508年之前写的, 那么,这个时候,离他正德1511年,改名还有三年时间,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应该称毕,而不是称真明的,所以,到现在为止,就是故宫那张是,可以说是正的,然后,上国这张是不太对的,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他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虽然,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文真明在正德六年之后,写,研究写的,这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出现的这个,这个,出现的地方,都是有争议的, 所以这条信息是经过很多前辈的考证 而且是比较公认的 所以可以当一个证据来用 所以到现在为止 就是故宫那开始是对的 我们这一开始不对的 那么到这里为止呢 我就想再看一下 因为这封信它是有一个上线和下线 它是1508年之前写的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根据这个信诈里面包含的这个信息 再来就是精确的确定一下 这个信到底是写在哪一年呢 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更精确的一个时间呢 我想来试一试做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信 那么现在我们就以故宫这一本为主了 因为这本是真的 那么这个呢 那么这封信呢 是这个文真明写给他岳父 这个吴玉的 那么这这封信里面有一个就是事件 就是他要去给他的这个岳父啊 祝寿 那么根据这个文真明给他的岳父写的这个目志里呢 吴玉是8月1号的生日 那么这封信最后的署名是7月29日 这封信里就跟他说 我今年有事不能到 不能来给你出售 那么这就说明一个问题 他们两 文真明和他岳父之间的这个通信的这个距离 他们两人不会离得太远 因为两 他只留了两天 两三天的时间 来做这个信的这个传送的这个时间 那么就是说 吴玉肯定是离文真明离苏州不远 吴玉的老家是昆山 那么他是这个 嘉庆五年就去世人 1504年他退休回到昆山 那么只有在他退休回到昆山的时候 文真明才可能只用两天的时间来通信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缩短到1504年到这个1508年 因为1508年是就往一年死了 那么可不可以再往前缩 再往后缩一人 还可以再精确一人 因为不可能是1508年 因为1508年 文真明是亲自去给吴玉祝寿 这个在他的诗文里有记载 所以不会是1508年 那么我们把这个时间又缩短 1504年到1507年 那么还能不能再短一点呢 还是可以 仍旧是这个关键的 这个这句话 罗公被免职 他的职位由王一言继任 那么这个王一言继任 他是1504年任的这个浙江暗查室 但是呢 他1504年继任的浙江暗查室 他并不是接替了这个罗公的职位 是接替了另一个人的职位 所以他不是1504年 就是接替的罗公 所以这封信不会是1504年 那么只可能是1505年到1507年 又把这个时间范围又缩短了一年 那我试着再缩短一年 他里面还有一句话 这封信 他说 辅公有为民之事 已有见底报者 所谓的辅公是指明代 明代是指知府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发生了一件事情 这个知府又做了一件为民的 为民做了一件好事 然后见于底报 那么这件事呢 肯定不会是一件小事 因为小事不会上到底报 那么我们查一下 这个文哲明的文集 它里面有林辅公 平寇诗 静海原公 平海伟记 除了文哲明的这些诗文 朱语明还有 邦头燕海诵 这就是说了 提到历史上一件 著名的就是 正德元年的时候 都欲许爱普 寻爱欲许曾大尉 和苏州之府 林辅 就是这个辅公 一起平定 崇明海扣的 这名字是 因为在明代的时候 这个海扣 这个作乱是很严重的 然后崇明呢 在明代又是属于 这个苏州府管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1506年的时候 就发生了这个海扣 作乱的这个事情 然后呢 有这个三个官员 是平定了海扣 其中呢 就有这个苏州的知府 林氏员 这件事发生在1504年 而不是1506年 所以呢 和这句话 辅公有为名之事 建于底堡又文化 所以这封信呢 又可以缩短到 1506年到1507年 其实呢 是还可以再精确一点 它里边还写到 就是文正明告诉 他的岳父 有四个人的这个职位的变动 有杨子 这个杨子气 林亭昂 杨亭以刘武成俱改 试讲学士 就是在他写信的这个时候 这四个人都是试讲学士 都有这个试讲学士的这个观 我查了一下 这四个人的履历 没有一个人的履历 也讲到了他们有试讲学士 这个观止 但是这个没关系 因为这个据根据 这个明代的直观的这个情况 试讲学士 它是一种荣誉的制成 它并没有实际的制作 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个试讲学士 是专门要给皇帝讲书的 讲经义的这种观 但是在明代 如果这个试讲学士 不加经研官的这个头衔的话 它是没有这个制作的 所以它只是一个荣誉的成果 一开始的时候 是礼部侍郎 才能兼任这个试讲学士 但是后来 成化之后 它就是放宽了 只要是相同品级的这个官员 试讲学士 是调整品 只要是相同的品级 六部的世王 故政史 暗查史 参政参议 知福 甚至是同知 甚至是外放的 这些外观 并不是经关 只要有相当的品级 都可以 兼领 这个试讲学士的 这个头衔 那么 杨子器 林亭郎 杨亭 林亭和刘武成 分别在这些年龄 这些职位的变动 那么等到 最符合 这个同时具有试讲学士的 这个资格的 这个年代 是1507年 同时符合 因为它这工县里 它说的是 这个四个人都已经是试讲学士 所以我大致看了一下 1507年的时候 最有可能是同时有 这个试讲学士的头衔 所以 这封信 我想 大概目前为止 可以判定 是在1507年的时候 林亭铭写的 写给这位岳父的一封信 是他比较早年 的一副小凯的作品 所以 这个 一封小小的 信章 它一边包含 包罗 各种各样的讯息 通过这种讯息 我们可以判定 它的真假 可以 可以联合起来 看一些史诗 可以补充一些 这个史诗 史书上记载的 不到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 我对信渣 这么有兴趣的原因 也是 这个信渣 是一个 有趣的一个宝藏 可以供我们以后 可以再去做一些深纠和挖掘 今天我就讲这些 谢谢大家 也希望大家 多多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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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